哇,今天我要做这个玫瑰G-start 里面还有这个蓝莓酱哦 准备以下的材料,你们可以截图起来 准备50克的无盐牛油 22克的砂糖或者是糖粉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一粒的鸡蛋打散 然后我们只是用半粒哦 然后再把这个100克的普通面粉分两次过筛 搅拌均匀之后搓成团 我们可以放冰箱15分钟休眠 15分钟之后我们拿出来 我们要开始放进模具了 可以用15克的这个面团 我是用最小的这个蛋打模具 压好面团之后我们可以插几个洞 待会我们拿去烤会比较容易熟 如果你们做小粒的可以做大概13粒这样子哦 预热烤箱180度烤15分钟 烤黄后取出 打到旁边有点上色就可以了 待凉后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这样子脱模 准备100克的奶油乳酪cream cheese 加入8克的无盐牛油 加入8克的无盐牛油 用低速打至松软 加入22克的吸砂糖 继续打发 如果你们要用糖粉也是可以的 加入半粒的鸡蛋 继续的打至均匀 然后装进集花袋 准备两个碗 举出少许的这个cream cheese 举出一滴的红色素和一滴的青色素 然后搅拌均匀 待会我们要拉黄 先挤出少许的蓝莓酱 如果你们要用其他果酱也是可以的 然后再把这个cream cheese挤在上面 来来来我们要开始拉花了 你们注意看哈 先挤出少许的蓝莓酱 先挤出少许的蓝莓酱 谢谢大家 下集很久 至少许的蓝莓酱 耶稣 哇,是不是看到很療癒呢? 热可以拿去烤热烤箱180度烤15分钟 香喷喷出炉咯,哇,真的是很美的 你们赶紧去学起来做齁 喜欢我的师傅记得按赞、关注与分享哦